除了剛剛講的下四球跟腦垂腺子外 還有別的內分泌腺體 這個腺體叫松果腺 因為它的樣子像一個松子一樣 你們吃那個松子飯 那一顆白色的松子 它的形狀很像松子 所以叫松果腺 它位於大腦兩個半球 這個位置 在大腦上面 可是在那個 兩個大腦半球的凹陷的那個縫的深處 好 那它分泌的基礎竟然是松果腺 就叫做 它分泌的基礎就叫松果腺素 松果腺素有幾個特性 它是晚上分泌的 因為白天 光線會抑制松果腺素的分泌 所以晚上或冬天才分泌 它一分泌呢 松果腺素會降低體溫期中睡眠 所以它被叫做夜晚的基礎 引發你睡眠跟降低體溫 你睡覺的時候體溫會下降 就是它作用的 它是晚上分泌的 所以又叫做夜晚的基礎 Hormone of night 晚上的基礎 好 那這個基礎除了起中睡眠 降低體溫之外 還抑制 你的性腺刺激素 抑制FSH跟LH的作用跟分泌 那這樣你的生殖腺 性腺不就不生長了嗎 性腺就不發育也不分泌 那這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就不生殖 生殖就不發生 這可以解釋什麼事呢 非常多的動物在冬天 是進入了非生殖劑 開始冬眠 性腺開始萎縮 也沒有生殖周期 也不交配了 因為它因為 晚上比較長 然後產生了中國腺素 中國腺素抑制了FSH跟LH 你的性腺就萎縮 就暫時不生殖 好 那它也跟你的日律周期有關 因為它引發睡眠 所以這個基礎對人類的貢獻是什麼呢 有人把它製作成藥物 來治療時差 你到了國外 明明是晚上去睡不著 你一吃馬上就讓你睡著 馬上時差就被調整了 這叫做松果腺素 那松果腺素呢 它有個別名在這邊出現了 又叫吞黑激素 這尷尬 在人類我們會叫它松果腺素 可是在其他人 魚類啊 兩森類啊 或爬蟲類 它會讓體色變淡 讓黑色吞掉 所以叫吞黑激素 但是強調一下 吞黑激素吞掉體色 這個在人類已經沒有用了 它在你身上是調節你的 升值跟你的日律周期跟睡眠的 還有體溫 那夜晚 燥光會抑制松果腺 分泌吞黑激素 好 那我們來看其他的補充 人類的松果腺呢 在這個位置 我把它圈起來 它在腦部上面的位置 所以它有個別名 我寫在這 它又被叫做上氏丘 因為下氏丘在下面 它在肩腦的另一側 所以叫上氏丘 有這個別名 再來看兔子的 兔子的松果腺很怪 是細細常常一根 所以在解剖學上 有給它另外一個 不是很好聽的名字 兔子的松果腺又被叫做大腦的陰莖 你看一根 一根 就是它的松果腺 那松果腺呢 是被光抑制的 讓我們看一下它的方式 路徑 我們看一下顏色 如果是一般的光線 被眼睛睜射到之後 哇 進來了 你這個光呢 會透過四交叉 然後傳到你的大腦的視覺皮質 讓你看到視覺並產生視覺的意義 很好 但除了這個路徑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路徑 這個路徑我們平常很少提到 這個訊息呢 透過這個上氏交叉盒到這裡 然後傳到脊髓 再透過交感神經 往內傳到松果腺 路徑很複雜 先離開腦 再回到腦 好 那到松果腺 如果你今天是照光 會抑制松果腺 那松果腺被抑制之後呢 松果腺度就變少 此時你的那個 哎我是不是講錯 松果腺就變少了 那它抑制GNRH就不被抑制 GNRH反而增加 然後腦石腺分辨 FSH跟LH變搭 信件開始發育 好 所以有關的情況之下 進入生殖劑 就是夏天 就有化綠色是夏天的時候 光多的時候 但如果今天情況反過來 是到了冬天了 晚上比較多了 好 這時候光線會抑制松果腺分泌痛黑激素 此時呢 我們的 哎我是不是寫錯什麼了 冬天是不抑制 對我講錯了 痛黑激素被光線抑制 所以冬天呢 我的痛黑激素就開始變多了 這時候呢就抑制掉你的GNRH FSH跟LH不分泌 性腺就不發育 性腺就萎縮 好 這解釋了為什麼大部分的動物在 秋冬不生殖 可是各位要注意到 生物是很多樣的 有些動物是在冬天生殖的 他為什麼呢 因為冬天生殖先哺乳 當他長大了要出去祕食 剛好 春天夏天來了 如果你是春夏才祕食 冬天生殖的動物 他的方式會剛好顛倒 松果腺素就不一定是抑制性腺了 所以不同生物會不同 但是在人類來講 松果腺素又叫吞黑激素 是抑制性腺的 而光線又抑制松果腺素的分泌 所以照光會負負得症 性腺反而比較會發育的 這是我們對於松果腺 它分泌吞黑激素的介紹 那吞黑激素呢 這是松果腺分泌的 松果腺在魚類 兩森類 它可以感光 所以你看這邊看到是魚類喔 松果腺的細胞怎麼有這個一根根的構造 可以感光 可以感光 然後有一部分的兩森類也可以微微的感光 隔到鳥類哺乳類 我們的松果腺細胞就不感光了 代表 早期的生物放在魚類跟爬蟲類兩森類 它腦中的松果腺可以感光 被叫做腦中的第三隻眼 那為了讓它感光 它的頭骨這個地方會空的洞 就是那邊沒有頭骨 沒有硬骨 光可以穿進去 到它的腦裡面 讓松果腺感光 腦中的第三隻眼 可是鳥類跟乳乳類呢 我們頭骨變得很厚 我們就沒有辦法讓松果腺感光 用你的雙眼來取代感光的功能 所以才會演化出後面剛剛這個複雜的路徑 為什麼路徑還要先進入這邊 再往後傳到脊髓 再往上傳這麼複雜 因為本來可以直接感光的部分不能感光了 所以我們眼睛 它的路徑不是只有一種 一個是讓你看到 一個是讓你身體知道現在有光 所以路徑有兩個 不同的路徑 甚至路徑還有更多種 好以上就是我們對松果腺 它分泌脫胃激素的一個補充說明 然後再往下傳不動 這邊先進入 再往下移除 還有兩次先進入